政治冷漠下场就是被糟糕的人统治 不要瞧看自己的力量 2020年化身最强催票源 拍片喊话要大家回家投票 鸡排妹展现对政治的关心 如今她也被点名 代表民进党挑战基隆或永和立位 鸡排妹她的智慧 她有说她愿意配合 那我们党中央有这个选队会 他们会做最好的这个考量 要赶在7月12号终止会前 完成全部提名作业 民进党加快脚步 4号下午提名策略小组在开会 锁定北市第三选区宜兰县还有离岛 几乎确定的是 连江县提名党部主委李问 宜兰则是出身苏澳的货车女孩 陈定南教育基金会董事蔡惠玉 国际部主任谢佩芬 无缘再战台北大安后 客家协同的她被点名 渴望到新竹二选区 甚至是出战中山北松山 对决汪红威 主席她会有最好的安排跟布局 我们就是一切都是尊重与配合 不管我的对手是谁 我自己本身的选举的节奏都不会改变 就在林非凡弃选中山北松山后 谁来战陈南提 除了谢佩芬被点名 也传出不排除采民主大联盟模式 和友军合作 被设议员林亮君就在名单内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会非常愿意出来承担 距离7月16号全台会 剩下不到两星期 还有11个兼婚选区 催无人 明星党敢进度 寻觅最强战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静好新闻